同样是创新研发还能够造福人群 在安徽今年的台湾名品博览会 大爱感恩科技展示生活用品 都是用回收的宝特瓶来做成的 而这个展示呢 最主要用意是希望大家一起来重视环保 志工爬上爬下忙着把物品上架 不论是挂刊板还是擦玻璃 大家分工合作齐地完成 来到台湾名品博览会 大爱感恩科技这一次除了介绍产品 还要推广环保 推广我们正言上 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这个理念 希望就是越多人得到这个宣传更好了 希望大家也同样双手来做环保 用做环保的双手设计出来的产品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参观 更透过介绍让大家认识此季 进而加入爱地球的行列 大爱新闻真善美智公料 黄树 范阳汉 郭志娟 安徽报导